在我們升級版的時候 我們先介紹一下升級版的寶寶媽媽 你還可以再更突破你自己 最突破的部分我會建議寶寶媽媽 像我們邊說邊演 模擬情境角色扮演提出問題 然後重編故事這四個技巧 那怎麼樣去邊說邊演 這個跟角色扮演要合在一起 所以像譬如像這個時候 他如果之前已經聽過了 可是接下來的時候 你想要讓他更深化 去了解合作的關係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跟孩子說 你看我身體這麼大 不然我就來當小布好了 然後你身體這麼小 你就來當這個很會想辦法的Nunu好了 對 那像這個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好 這樣寶寶媽媽跟我一起 就來一起玩這個故事 那在玩的時候 而且你還講說 這是一個很有辦法的Nunu 那邊說邊演 那如果真的遇到家長不會演怎麼辦 喔 不會演的話 那就是初級版的家長 初級版的家長的時候 我常常說很多初級版的家長 他很有可能這個時候 他覺得他自己做不到 他反而會覺得說 算了算了 這件事情我一定會做不好 結果很有可能就是 就是依賴了CD啊 或者是錄音帶 那CD跟錄音帶說故事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會說 他的效果比較像是說 發音很標準 然後還有再來一個 就是說讓孩子多聽了幾個故事 可是就一個就是說 陪伴 傾聽等等 情感互動的這個部分 其實 寶寶美說的故事在爛 其實都一定會勝過於這個 不過這種情境的書 比較 大家比較能夠理解怎麼唸 我覺得很多媽媽 反而啦 她雖然 她反而比較害怕那種 生活規矩的書 因為我又要唸得有興趣 又不能讓她覺得我在說教 好為難做耶 好為難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們請另外一位 比較感性的媽媽 其會來為大家做一下吃飯 好 OK 另外媽媽 另外一個媽媽 對 因為呢 我的寶寶呢 因為我常常會拿一個白板 然後跟我的寶寶畫圖 說故事給他聽 所以呢 當然他因為我的寶寶一歲嘛 所以就是他最近非常喜歡 例如說 丟他的熊 把他丟地上 或者是他嘴巴會咬那個就是固齒器 小花的固齒器 會把他丟地上 但是我覺得 雖然這個是他不懂的 但是我覺得從這個時候 我就是慢慢開始用說故事 用畫圖的方式 好棒 來教他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女兒會把小花丟在地上 我看到的時候呢 我就會說 阿寶 No 媽咪跟你說一個故事 我會用手勢清楚的告訴他 No 從前有一個小花家族 這個是小小花 這個小小花 是會畫的 有一個笑臉的小小花 小小花呢有什麼呢 打打 花爸爸 對 感覺有鬍子 還有一個 我是什麼 我是媽咪 這個是媽咪 這個是媽咪 然後這個時候他就會非常認真 看著我 有一天阿寶 突然出現一個巨人 Oh No 哇 阿寶 你看看 為什麼小花不見了 對 巨人踩到他了 對 踩到阿寶 小花不見了 怎麼辦呢 然後他就會這樣看著我 然後我就說 阿寶 媽咪呢 就是剛剛的那個巨人 巨人呢的出現 就會把小花踩掉 小花踩掉的話呢 就不能看到爸爸跟媽媽了 所以呢 阿寶 你看 你的小花 我們必須要把它 撿起來 然後放在我們的這邊 輕輕的放著 這樣子呢 它就不會被巨人踩到了 如果你把花 這樣子的丟地上的話 巨人來 就會把它 踩掉 就看不到 爸爸媽媽了 然後 因為我其實 我的故事很短 因為她的專業 男人 小花也有巨人 你覺得 這個小孩 是在恐懼中的巨頭 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還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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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 我跟你說 但是我女兒 現在 是 聽我說 但我女兒 我是很認真的 在分享 你很認真的 在分享 我女兒現在 她慢慢的 就不太會把東西 摸地上 誰敢啊 這個寶寶寶寶寶 她永遠看不到 對啊 你掉東西 我給你改的故事 就太難了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 今天這樣對不對 要問專家 你知道嗎 你也比你玩洗手媽咪 你真的是洗手媽咪 我們今天可以專家 這麼做好 謝謝專家 太妙了你 謝謝 好厲害 她其實這場 非常有心 自己拿白板 她就自由北姆 然後還畫畫 而且她其實真的有在畫 這樣子 對 可是她的方法 但是 吳老師 你 吳老師 應該要做吧 哇 其實會做得 真的非常棒 謝謝 但是那個恐懼 確實會 只在 對 對 不然 確實會 太妙了 其實有時候 如果孩子發生丟東西這件事情 你除了指責之外 你可以訪問她 如果 如果 東西掉在地上了 都被踩過去 你覺得她是什麼感覺 有時候 用同理心的方式 跟她講 帶進這個故事裡 那像繪本 你找 收東西繪本的時候 你就一樣問她 你覺得你有沒有時候 很像這樣子呢 把她引導 讓她去想 她好像 什麼時候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她自己內心 即使不承認她亂丟 她還是有一點點內疚 去讓她想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比較有 勇於 對 對 學到了 其實今天有那麼多人 直接示範的這個 說故事的方式 有點驚恐 我本來是期待說 有些好的示範 結果發現說 不是啦 都是好的示範啦 對啦 只是選題材 對 照著我就比較有信心 自己可以說故事 可是到底說故事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童書 我們應該要怎麼選呢 黃聰明師 說故事真的是 研究告訴我們 那個說故事時間 如果你要希望她 晚上好好睡覺 比如說睡得安穩 其實說故事時間 是一個關鍵 你要跟孩子 有心靈上的互動 而不是只是 書本上的互動 沒錯 所以很多媽媽可以 邊說故事 邊回簡訊啊 邊聊天啊 對 這個當然就是會 不太OK這樣 那我的建議是 真的不要太 太這個拘泥於自己的喜好啦 還是尊重一下孩子 所以像我們家 常常就會 第一個我們會廣泛的閱讀 就是每一種不同風格 我們都來讀讀看 又不是我喜歡 又不是你喜歡 那最好就是兩個人都喜歡 那當你挑到 喜歡那個風格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你就認識 你這個小孩的個性 那我覺得有這個 了解她 然後找到她喜歡的風格 那之後這個讀書的氣氛 如果快樂的話 她真的會每天拿著書 對著就好 嗯 不過今天呢 也聽到很多媽媽的意見 也是我們跟 一起小朋友呢 互動中知道 小朋友可能喜歡什麼樣子的 我們再從那裡著手 好不好 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然後加入我們的粉絲團 跟我們互動 媽媽好的粉絲團 拜拜 拜拜 黃醫師 我們都很好奇 那你自己喜歡的書是什麼 很多耶 講一下 我接下來會出四本會議 真的 真的 真的很假的 真的真的 我這個 我自己寫 然後有人畫 是喔 這個沒有 我沒有要做廣告單 很好 因為還沒出 所以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我很喜歡一個作家 叫Mo Willen 你可以給兔寶寶 就是他是一個 他本來是那個 Sesame Street芝麻街的製作人之一 然後他的那個繪本 跟其他繪本 真的男生很喜歡 都是對話 然後很搞笑 然後都是 就是裡面像他最有名的系列 就是一隻鴿子 然後那個鴿子就是很傻 然後就很喜歡搶出頭 其實他根本就是 腦袋不太好這樣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兔 一個一隻豬跟一隻小象 他們的好朋友 那兩個系列我都很喜歡 所以其實Mo Willens 我覺得 我非常喜歡這個繪本 可以給大家看 謝謝黃醫師不常說 大家趕緊看看 謝謝